朱孝鼎律师在网上写了一个帖子 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动 于是我就截了一个图 发上了Facebook 但没想到得到一个回话 却是说 写悔过书的人是为了保存实力 真让人搞不懂 我在这里说个不好听的话 你以为你是走泥丸的倡导人啊 你还是以为你春天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呢 还是卧心长胆种地十年的岳王勾建啊 我非常的愤怒 于是我提起了电话 打给了朱孝鼎律师 下面听听 朱律师是这样说的 你好 你好 朱律师 你好 你好 节目 你好 我在网上看了你发了一段帖子 是 深有感触 那么你能否 针对你有这样的勇气 能否说两句 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都网上都公开说了 也没有什么需要 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不就这事吗 我们做的事 天地之间 有感称 是吧 我们无愧于良心 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是吧 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 就是网上也有一部分人评论 评论呢 就是说 对于这个 比方说 学悔过书的 比方说在 CCTV上 这个痛哭流涕的 那么 不知道 朱律师对这上面 有什么 看 另外的看法 我觉得 他们痛哭流涕也好 那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吧 这也无可厚非 我们也不能恪求 每个人 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 能够坚守住 但是能坚守的 我们 更加要尊重嘛 坚守不了的 我们也理解 是吧 我们不强迫别人做 做牺牲 但自己是可以选择 牺牲就必了 好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结束 这都没问题 虽然这块可能 在一些宗教国家 可能规定合法 对吧 不一定合乎宗教伦理 但是我倒是觉得 一个人可以选择 这都没问题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朱律师 好的 再见 天地之间 有感成 那承托是老百姓 成杆子跳江山一一而有 你就是定盘的心 什么是命 什么是命 什么是奸 什么是忠 喜笑 怒骂怒不平 为万人不公 天地之间有感痛 那托是老百姓 那托是老百姓 成杆子跳江山 你就是那定盘的心 天地之间有感症 那承托是老百姓 成杆子跳江山一一而有 你就是定盘的心 什么是杀 什么是精 什么是理 什么是情 留下多少好故事 讲给后人听 留下多少好故事 讲给那后人听 留下多少好故事 留下多少好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确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